仁安国小一二年级小朋友 锐利施舍的舞蹈表演 为今晚的毕业典礼拉开序幕 可爱逗趣的模样成为闪光灯焦点 县长李朝青、县远、陈国雄家长及在校生都到场 一起见证这属于毕业生的光荣时刻 那我们也鼓励这些小朋友 进入国中之后要不断地继续加油 那尤其是你的学业的知识的努力 这样的话将来在社会或者是将来出去的时候 比较有机会出人投地 所以我们祝贺希望这些毕业生的小朋友 包括国有班的、结业班的小朋友 希望他们毕业之后能够蓬城望里 毕业生在私以畅明时一一进场 现场响起尖叫欢呼声 舞台上放映着每个毕业生的照片 每个人都相当感动 校长孙秋雄也期许每个毕业生一定要完成学业 再发展自己兴趣将来回馈社会 在这里要勤勉我们毕业生一定要秉持着学长姐的脚步 那么对我们学校老师的真正教育之下 能够上到国中能够努力地求学 就像我们县长所说的 要勉励各位同学一定要把学业完成 那么再发展你的兴趣 李县长以生长于仁爱乡中正村 目前就读草囤旭观高中的孤翠品为例 勉励所有毕业生要以永不放弃乐观进取的精神 继续努力 那我们中正村的一位孤翠品同学 他现在是练高一 去年是国三的时候 得到总统教育奖 那他是永不放弃 非常地乐观进取 我举这个例子 给各位同学来做借鉴 以后我们也能够像这样 混花土奖 毕业生所有奖项都是现场才公布 学校将名单放在气球里 李县长手持玩具翻刀 将气球戳破打开名单 宣布县长奖得主层吃厌食 现场近乎连连掌声不断 有如公布金马奖般紧张气氛 另外还有合唱乐器及歌舞剧等等 精彩节目轮番上场 让所有毕业生留下最难忘的夜晚 民意新闻洪一伦 任爱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